我们之前很多内容都是在 OK这节开始呢我们开始讲Express 终于算是讲到框架了 我们之前很多内容都是在没有框架的时候去做的 导致呢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如果有了框架的时候呢 有了Express也好 以及有了下一节我们讲的框架框架也好 很多工作都会就是有一些框架工具帮我们去做 所以说我们的代码会变得非常简洁 让我们各家关注于业务代码 而不是说怎么去实现这些底层的一些解析啊 关注一些细节这些东西 按理说我们的开发中应该就是这样做 实际开发中不可能是像我们这样 没有任何框架就直接从零开始写那个 NoteJS的程序来解析路由 然后来实现登录来写日志 来连接数据库等等这些操作 实际开发中我们肯定是要基于一个框架的 而且框架的选行上呢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底选哪个 因为框架之间它不能冲突啊 肯定不能说你用了Express之后 你还要继续用Core Core框架我们下一章会去讲 这两个呢其实都会用到在工作中 所以说我们都要讲 有了框架之后有些事情会变得很简单 但是大家注意 但是我们之前那么多内容都没有使用框架 并不是说我们就白讲了 就没有用了 我们现在使用框架了才开始学真正的东西 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很有用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说费那么大劲 给大家去讲这些东西 虽然看似很麻烦但是很有用 接下来你会体会到有了之前的知识之后 你再去理解框架或理解一些工具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有些东西你会一点就不用再去给你讲 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已经实现过了 所以说从基础到上层框架的这个过程 大家应该去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那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讲Express框架 首先呢Express是NodeGIS最常用的Web Store框架 这是最常用的 然后呢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框架 就是我们之前在做Web Store的时候 没有用到框架对吧 所以说你也体会到什么叫框架 什么叫框架呢 就类似于前端的VoE和React或者说Angular 就如果是在很多年之前没有VoE 没有React没有Angular的时候 你全部用GQuery来写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用NodeGIS去写Web Store 不用任何框架 但是有了VoE有了React有了Angular 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的开发Web前端的这个体验 就立马变了对吧 所以说框架它是一个架子 就是它给你制定了一些标准 让你去遵循 从而让开发变得简单 让开发变得简单 让你写更少的代码来完成更多的功能 让你更加关注到数据 关注到业务上去 而不是更多的关注到那些 就是需要自己去零交水打 来实现那些细节功能上去 好 其实框架它本身就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封装基本的API和工具 让开发者更加关注业务代码的开发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 NodeGIS实现Web Server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去解析Cookie 对吧 我们要自己去实现Session 我们要自己去处理路由 我们要自己去解析Query的参数 甚至我们要自己去解析那个Method 就是Get和Post 这种事情其实是没必要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只需要一个框架或者说工具 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系好 我们直接用就行了 对吧 这是我们希望的 这个框架就做到了这一步 第二个就是框架有一定的流程和标准 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 我们可以去开发很多的插件 很多的工具 然后这些插件这些工具 按照这个标准凑在一块去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框架的解决方案 这个我们后面会有代码体现 一个解决方案就能把我们日常开发中所用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的路由处理 然后实现登录 然后记录日志 甚至是操作数据库 这些都会给它集成进来 就是有限制的工具可以用 不用我们自己去写 但前提是要使用一个标准的框架 框架要制定一个标准 如果没有标准的话 你这个工具按这个套路来实现 我这个工具按这个套路来实现 对吧 套路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那工具和工具之间就没法联动起来 对吧 最终也没法形成一个大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这是框架的一个意义 至于说我们这儿没有很详细的写 因为我希望我在这儿简单的说一下之后 大家就不用去听这些所谓的意义和概念 我们会在后面通过代码 或者说通过项目来去演示 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后面我们再捞到这些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不要以为Express过失了 如果是你接触过标准S 你可能会知道 我们下一章要讲的那个KOA框架 就是那个KOA框架 好像是比较新 对吧 但是Express它虽然说比较老 所谓的比较老 就是发布的时间比较早 然后就以为它过时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你在公司中在做项目的时候 可能这个项目用了Express框架 那个项目就用了KOA框架 就用了另外一个框架 对吧 可能这个部门比较倾向于用Express框架 那个部门可能比较倾向于用KOA框架 或者另外的框架 所以说我们看一个证据 就是我们在NPM.js里面 我们看一下Express下载量 就是中下载量是440万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KOA的框架 KOA这个框架我们会在下一章来讲 它的中下载量只有17万左右 所以说从下载量来看 Express并没有过时 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去学习这个框架 而且就现在来讲 Express里面的这个生态 比KOA要好很多 就是所谓的生态就是说 你能用这个框架去下载到各种各样的 日常开发中所用的插件 不用你自己去开发 相比而言呢 KOA的这个生态就会稍微差一些 当然这几年可能发展的也不错了 日常使用的也能足够满足了 但是这不能说明Express就过时了 我说的原因呢 就是说大家不要轻视Express 虽然说我们接下来要学 下一章要学KOA框架 但是Express框架这一章也要好好的学 而且要把它掌握好 因为你的工作中很可能就要同时用到Express 同时用到KOA 好我们看一下本章的这个目录 就是要讲什么东西 一开始呢 我要讲一下Express的下载安装和使用 这块大家可能觉得没必要讲下来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胶水价来安装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下 就是不是单纯的我们从零开始做一个Express项目 而是说我们使用个工具一键生成Express 以及它所依赖的一些插件的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下载安装和使用 以及Express中间键机制 所谓这个中间键机制呢就是我刚才一直扯那个什么 那个所谓的标准和流程 就是Express 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个KOA框架 它都有一个中间键的机制 通过中间键的机制 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程序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函数 给它拆分开 一些逻辑给它拆分开 然后通过一个中间键的这个流程 给它一块组织起来 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中间键的逻辑呢 把很多的插件集成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有了一个流程 然后把我们一个一个什么块通过中间键的这个机制 给它穿插起来 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应用程序 而且这个应用程序呢非常符合设计模式 相比而言呢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用框架做那个web server呢 代码就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偶合太紧 或者说有点通俗的说有点乱吧 就不优雅啊 使用Express中间键机制之后呢 你会感觉我们会有更加越远的方式去实现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博客的各种功能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学完这个基本的Express使用之后呢 以及中间键机制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开发接口 连接数据库 实现登录 日志记录 就这些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四个功能点 对吧 那我们有Express之后 以及我们在之前学习了如何去连接数据库啊 如何去写日志啊 登录的一些基本原理啊 以及开发接口是路由的一些基本原理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既有的一些基本原理 外加Express这个框架 外加Express提供的这一个一个的直接拿来就用的插件 会很容易的把这几个都实现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这四个的时候 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讲 比如说我们可能花费了五个小时来去讲所有的实现 那如果是通过Express来实现的话 可能一小时就把这些全部讲完了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遍它的一些原理 所以说我们一用起来之后很顺手 第二个就是Express有现成的一些机制和一些插件 来帮助我们不用自己实现这些细节功能 直接拿到来用就行了 这一块呢 我们在后门会代码中会有很详细的体现 然后最后一步呢 就我们分析一下Express中间件的原理 就是Express这个东西啊 就是从Express本身来说 它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中间件它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前面呢 会通过这第一步第二步 来了解中间件是怎么用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中间件是怎么实现的 Express中间件的原理这个问题呢 在一些 NOSDS相关面试题中也会经常会问的 比如说你讲一下这种 Express框架中间件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给你一个笔 给你一个纸 让你写一下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写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函数 就是说中间件原理的这个原代码 虽然说也不过是简单的几十行 但是中间还是有点烙的 所以说我们使用完之后 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它的原码呢 不是说原码 就是我们把它这个原理呢 给它用代码写出来 我们自己实现一个中间件机制的一个 简版的一个代码 好 这就是整个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步 就是下载安装和使用 然后在这边 这边是标准备的 我也想不过